剛剛我們甲上科技或者剛進來萬彩動畫大師 我們是都選範本 但是我必須跟你講 其實老實說有時候選人家範本 如果你是泡混其實我覺得還好 可是如果像這種動畫 你選人家範本 有時候反而不見得好用 為什麼 因為每個人的動畫習慣不一樣 就是做的那個動畫不一樣 那你看我先找一個範本進來 用它在下載的時候我先跟各位分享一下 國際版跟這個簡體版差別在哪裡 授權方案 授權方案 因為國際版的它的授權方案就是按月或按年 去給付 假設我們還是有免費方案 但是如果你想要付費的 你想要得到更多功能的更多範本的 還有這種付費方案 那如果是簡體版的 就是買一次終身有效 就插在這樣 就插在這個授權方式而已 好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國際版跟簡體版 它有一個差別是插在什麼 有那個 我們剛剛不是假上科技有一個文字轉語音嗎 那它是不是只能用 那個兩個人 一個男生一個女生而已 在這邊的話 簡體版它要很多方言的部分有加進來 可是國際版 因為國際版就不需要那些方言 所以它就沒有這個功能 就沒有這個功能 這是兩個主要的差別 好 你看 我們先把別人的 這邊載進來了 時代也很多 你看一下 動畫 那你就往下走 有沒有發現 好多喔 你要改好改嗎 老實說不見得好改 但是你可以參考別人怎麼做 所以它的範本我反而比較希望各位說 你把它當作是一個什麼 就是人家做好的 我來看一下 原來可以這樣做可以這樣做 你就可以把它當作一個學習的對象 這樣子 這樣OK嗎 那我們現在 我們這個就不管它 我就回首頁囉 我們這次要怎麼樣 勇敢一點喔 從空白頁面開始可以嗎 有沒有信心 今天今天來來 請從上面這裡 有沒有空白的 不要這樣啊 老實用家放的 這樣也不好啊 對不對 自己要 自立自強一下 好 進來了 那進來了之後 要怎麼開始 你一定會想 看到空白的就腦筋一片空白 好 請從左上角這裡 有沒有一個新增場景 你可以從這裡選 其實也可以從這邊 直接來這邊替換場景 有看到嗎 假設你不要再看一個新增 你要直接把現在這空白的就替換掉 也可以 好那我們看一下 不管你有哪一個都沒關係 好 有沒有一個叫官方場景 就是旁邊這個 接著接著 有一個叫替換場景 按一下 好 你先看到這裡 現在空白的 有這個點線的 對不對 有片頭的 有片尾的 有沒有一堆 這樣有沒有想到 剛剛 假上科技那個頁面的感覺 那因為它是什麼 就是 大陸 大陸的軟體 所以其實它還有一個很大的 就是有很多 中國風 有 那你看它幫我們做好分門別類 除了這些以外 你往右手邊 有沒有 還有 有沒有古代場景 這個你在古外就看不到 古外軟體絕對不會有這些 你就把它點一下 這樣 你有沒有比較有信心一點 背景 有沒有比較適合的背景可以來說故事 對不對 好 那這些內容 這樣進來了 你可以看一下 左下角這邊 時間軸 有沒有一堆東西都在 是不是先把你建好了 你就以這個為基礎 就可以來改 像這樣子 那你看喔 這一張 點到它 這個是誰 先進來看一下 點到它 看到了 這裡有一顆 就是這一顆 我找一個 這裡有草 因為它也蠻多的 它場景一樣 有的會比較多 有的會比較少 好 這裡有星星 好 這裡有圖片 來各位看一下 你有沒有發覺 看到這兩個 一個在前面 一個在後面 這是什麼 進場效果 跟什麼 離場效果 對不對 對 所以你如果按一下這個 點它一下 應該是點兩下 有沒有發現 效果出來了 有一堆的效果 那你可以自由試看看 那我用一個 給你看一下 手繪效果 點到這裡之後 點到這裡之後 下面有沒有 這個 手的 按一下 你可以 要哪隻手 可以自己決定好嗎 你也可以自己 自己去背之後拿進來喔 現在軟體都很方便 就是像這樣 我先用它預設的給你看一下 確定一下 好 你看 我們就預覽看看 沒有 確認 看一下喔 也沒有這樣畫出來了 這樣會太誇張嗎 不會啦 這樣有沒有比較有Fu一點 有 那你的時間長短 我現在是不是只有 零點幾秒就做完了 你有沒有發現前後有兩顆 這個就是什麼 動畫的時間 自動拉長 這樣有看到的喔 自動拉拉拉拉拉 看你要幾秒 一秒鐘畫完 就在這邊 上面是 你就對一下 然後這個呢 你要它長一點 你就往後退 往後退 點到它 假設你要畫兩秒鐘 才要放過它 那你就 自己拉長一下 進場時間 這樣有沒有比較人性一點 所以你只要拉動一下時間走 它就畫兩秒鐘之後 開始就正常了 那你要離場 也是一樣 預設叫做一直顯示 就表示 雖然我到這邊 但是後面就一直顯示出來了 如果你要換 自己再怎麼樣 點兩下 有沒有 跳出一大堆了 所以它其實 提供的效果 比我們假上科技的雲端還更多 因為它畢竟是軟體嘛 所以它沒有那種 就是網頁技術的限制 所以它可以做的會更多 好 那你看過這樣的 空白頁面之後 我們再看看右手邊 可以嗎 右手邊 右手邊 圖片沒有問題啦 這應該我就不用講太多了 是都可以掉進來 好 你看這裡 有沒有分門別類 對 四邊很多 好 那它的重點 事實上 它的有一個特色 也是假戰科技沒有 號碼沒有的 你看這裡有一個叫做角色 這叫橫角色 好吧 因為呢 一般我們的圖庫 通常都是 一個人進來 或者像假戰科技 這樣就一個動畫 對不對 可是呢你看喔 它免費送你的 就是我們免費方案 總共送你應該是 我看二、四、六、八、十、九 九個 這九位你可以用 如果個人版或企業版 那就是付費的 但是沒有關係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那個 這個 熊貓好了 來點進來 你看 是不是就有一個說話的 對不對 你要它嘲笑人家的 你就滑過來 這個時候它還是從雲端下來 好 這樣可以嗎 同一個角色 是有不同的概念的 了解的 它變超人 我是不知道它的超人 會變怎樣 所以它角色就是像這樣子 你可以把 同一個角色沒有很多不同的 講話的動作 或者是那些 就做假 你有站的 有沒有發現上面有做的 對啊 這樣是不是就很多 好吧 我們就借用它嘲笑一下 好 點進來 有沒有就進來的 那你要什麼時間出現 就隨便你了 所以我們 時間軸也可以拉開一點點 你看我把它稍微拉開一點點 熊貓女 熊貓在這裡 有沒有 一樣在這邊 按著它 有沒有可以調整 時間走的 那個圖層的順序 一樣 我先放最上面 然後每一個物件 有沒有都有這個 又有這個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你像這樣子 我想要它 等到畫完了再進來 所以這樣就是 畫畫畫畫 畫完了 就可以開始笑了 這樣有沒有 OK 那最後它怎麼離開 就看你拉 它說是底部蛋出 那如果你希望它不離開 就改變一下 點到它 就讓它一直顯示就好 它就會 雖然我時間到了 但是後面還是會繼續留著 後面還會繼續留著 這樣OK嗎 這樣有沒有比較有信心一點 空白的 才會有自己的想法 對不對 對啊 那 你要它講話 行不行不行 可以對不對 我們順便一起來看一下 到底怎麼樣 讓它講話一下 請看到右手邊 右手邊 右手邊 講話講話 除了有這個氣泡框 你可以用以外 這樣 有一堆 可以真正讓它講 講話的 好 我們就這個吧 好 有一點點 好 過來 第二個 再往下走 往下走 這裡 風華 聲音聲音在哪裡 這裡 這是音樂 有一個聲音怎麼不見 聲音聲音 不好意思 在下面 我忘記了 在這裡 請問你有沒有看到 這樣語音合成 就是這裡 當然你要自己配音 這裡有錄音的功能 這裡有錄音功能 但是我們找一下 右手邊這個 語音合成 你把它按一下 按一下 語音合成 有沒有跳出來了 各位 請問 你現在要 我一樣 我丟另外一個字進來 看一下 請問 這裡有沒有很多角色 有對不對 我們先看看小琦好了 先試聽一下 你在這邊 可以先試聽看看 小琦小琦 你也可以輕鬆做個 Motion graphic動畫設計師 好 來看看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他有小星 點一下 好 看一下小星會怎麼講 你也可以輕鬆做個 Motion graphic動畫設計師 這樣你有沒有比較多演員可以用 了解 你要唐老鴨的 那還有台灣小琳 我不知道小琳是誰 哈哈 反正就發音的部分會有點不一樣 那他最大好處這個是國際版沒有的 因為他有很多 有沒有 好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子找到 你覺得比較喜歡 陝西畫有人聽得懂嗎 四川話 你也可以輕鬆做個 Motion graphic動畫設計師 感覺起來像廣東話 哈哈 所以如果沒有問題就可以下載 或者你按一下應用 他就放到下面去了 這樣會不會 當然他這邊其實也有語速還有音量部分 一樣可以做調整 所以這是他的優點 好嗎 他有比較多的不一樣的 那也有男生的 也有女生的 你就可以試看看 你也可以輕鬆做個 Motion graphic動畫設計師 嗯 好的 就直接應用 他就會把這個部分呢 你可以看到 有沒有就擺進來了 對 就擺到裡面來了 所以旁邊就有一個音樂的部分 音樂部分 所以你想要他講這句話 然後呢 文字的部分也沒有什麼問題 他除了呢 有內建的這些 所謂的範本 範本 你也可以直接用什麼 添加文本 按一下 好 你現在就可以來這裡 把你的文字把它貼進來 等一下 文字文字 按一下 好 貼進來 OK 那文字貼進來之後 字體啊那些都還OK 你看下面這邊有沒有 這樣 那但是這裡有一個要請大家留意一下 你有沒有發現 我的這個文字 有的是前面有綠色的勾勾 但是呢 大部分 你有沒有發現都有前面一個問號 也就是說這個軟體 你第一次用的時候 某些字型第一次用的時候 它會像這樣 但是呢 你按一下它會出現一個什麼 出現一個Loading的動作 但是這個只有第一次使用的時候才會有 這樣了解嗎 第一次使用的時候才會有 那等你用過之後 它就會變成綠色的 不過這裡我建議大家 請不要用系統內建的標改跟細明 為什麼知道嗎 那個是字體的問題 不是軟體的問題 你們如果在用那個叫做 Office裡面不是有叫做文字藝術師嗎 你如果用內建的細明跟標改 它有交錯的那個地方會變中空 有沒有注意過這個問題 沒有 你們怎麼被欺負這麼久都從來沒發現過 真的真的 你如果在這邊用的話 以標改體來講 它就會某些字就會被吃掉不見了 就是那個某些區域 但是我上次這個軟體 或者在那個國中的班級使用 有位同學他就說 我就是要這個感覺 那我就沒辦法 就是你用標改裡面細明 內建的在這邊效果很差 所以你最好用其他 比如說那個微軟正黑體 然後其他的那個字型的會比較好 這樣OK嗎 這裡就麻煩各位先試看看喔 那字的大小呢 您看一下這裡另外一個要跟各位說明 就是字的大小 因為這邊都是那一種 對不對 所以字的大小沒有什麼 像office裡面12、14 沒有只有變大跟變小 為什麼 因為文字是不是都是向量的 所以你要變大一點變小一點 你看我就把它拉開 變小一點 變大 變小 變小 這樣了解嗎 它只要這樣就好了 好 我就把顏色設定好 好 就把它移到裡面去吧 這樣就可以搭配我們的動畫 那你一樣可以預覽一下 先測試一下 好 讓它拉過來 按一下 預覽 好 你就可以看到 你也可以輕鬆做個Motion Graphic動畫設計師 這樣可以吧 對不對 比較不一樣的感覺了喔 好 來給各位試看看 下一半 一半 超時 對不對 傍